你們現在的 乙和養綠公投的連署進度怎麼樣 我們今天早上得到算是捷報 雖然整體的數字 大家好像不是很滿意 但是我們昨天收到了 5000份的連署書 這個數字是我們 有史以來最高的一個紀錄 你昨天用電創新高嗎 那今天又再創新高 你沒來收到更多 明天有可能會 所以我們從 第一個禮拜的300份 到現在變成3萬份 大概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稱之為100倍的奇跡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我們是不是3萬份已經沒有救了 很多人都說 你需要幾萬份 我們總共希望是30萬以上 對 所以才達標1分 所以一個月之後 我們增加了100倍 所以大家可以預見 下個月大概是幾倍 所以我上次在這邊也說過了 有五個公投案會通過 我們決定是第五個 這非常肯定的這件事情 講到關於這電的問題 我覺得蔡政府一直迴避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缺電 缺電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看起來他們的定義就是說 就像我們什麼叫缺錢 像815那一天才叫缺電 就是說你必須要口袋都空 戶頭也空 然後什麼都沒有才叫缺電 也就是說你不能 我們月光族還不算缺電 一定要是一無所有的人 才算缺電 所以以這個概念來說 我同意我們還沒有缺電 但實際上是什麼 實際上是我們分區的限電 工業的限電 還有什麼 上次連榮總三種都跳電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還有臉跟我說不缺電 我實在是很佩服他們的勇氣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一個問題 剛才在說為什麼燃煤 燃煤明明就是 已經開得比以前還要多了 我們都知道 現在能夠穩定的火力 不然就是核能 機載電力 你要不就是核能 要不就是燃煤 你現在在蔡政府的時代 你把核能逐漸向下 很顯然 只有燃煤會上升 那你燃煤上升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 我們越上升越乾淨 越上升空氣越好 所有人都知道 台中空氣變好 是因為我們經常 之前在罵說 對岸的移動汙染 對岸的汙染源減少了 難道你連空氣都要被統戰嗎 所以我沒有辦法理解這些人 為什麼會有臉說 在我們燃煤增加的情況之下 這個空氣越來越好 我認為我們在這個動漫圈 叫平行時空 就是我們活在完全不一樣的 狀態之下 你都不知道有乾淨的煤 這種東西 乾淨的煤 既然乾淨的煤 那應該更好 所以為什麼 他們一直強調說什麼 現在是空汙的控制第一名 第幾名或者是 是不是史上最好 那不是重點 以前民進黨最愛講的是什麼 數字冷冰冰 民眾的感覺才是真的 現在民眾感覺是什麼 剛才也看到了環保署 所公布的這個相關的數據資料 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還支持深奧電廠繼續蓋嗎 我從來沒有講我支持深奧電廠 你反對 不要亂戴孟子 你也沒有反對 我開過記者會反對過 對啊 我先說明一下 就按照上面這個表 我是覺得應該要被譴責 譴責誰 我在譴責政府 我要講了 但是你看一下這個表很有趣 他這個以聲來講的第一個 他不是突然間就那麼高 他是逐步累積上去的 我就要想說這就是 我講的就是 大家都不去注意這件事情 放任他的污染 一直增加之下 達到歷史的高點 因為我要開越來越多的火力 所以我才說哪一年看 你注意看 100年 往上一直往上跑 100年 101年 102 103年 然後最後這個報告 這個數據做到哪一年 你們注意看清楚 是105年 他的統計日期是統計到105年 所以不是去年 不是 是前年 前年是誰執政 就5月以前是 馬英九 5月或是小英 國民黨就是萬節 你讓我講完 不是 國民黨就萬節不復好了 那可不可以拜託民進黨 可不可以拜託民進黨 重視這件事情 然後不要燃眉 這樣就燃眉 你讓我大家講完 你講我也沒反駁你 我知道你剛剛一直講錯 我也沒反駁 因為你很支持我講的不是嗎 不是 我剛剛講說你講得好 但是你把106年 把105年的數據當成106年 我特別去把它找出來 他是106年委託的報告 但是因為他沒有 當成這麼報告出來 沒有106年跟100年情緒的資料 這麼有良心 趕快幫我們改善 所以他做出105年的報告出來 為什麼以前八年前不做報告 我會回來問你 蔡偉你這個我真的聽不下去 你又說馬英九沒有做 但是報告都是馬英九的數據 你覺得這是說得通話 所以我剛剛說 沒有做過這種報告書才做 他現在就提問什麼 人家先累積資料 固定污染源代澳性級 調查管制及策略推動計畫 他後面是有推動計畫 我前面先做調查 所以這個計畫 也是在馬英九任內 去要求學者做調查 沒有 106年4月 他在106 我看這個時間有寫 全程是106年4月到106年12月 106年 他委託 他去拿舊的資料 小英他106年做的時候 他這個報告 我只說這個報告就這樣講 你不要去追蹤 今天有沒有繼續追蹤 我有在查 不要只做到這個馬英九結束之後 好像被吐到之後 我就說成路 我開始寫出了 我們去參與 接触 卡